这张选票要集中所有的力量 侯涵一号终于同框 韩国瑜虽然喊出集中选票 但支持侯友宜就是说不出口 还紧连着赵绍康跟侯友宜保持距离 这时侯的友宜小手主动出招 趁韩国瑜上台 侯友宜默默将他的椅子往自己身边拉一点 一场椅子攻防战就此下台 我又跳出来了 我又站回去了 打我 没看错 韩国瑜下来后又把椅子往回拉 侯涵间再次留下一道鸿沟 拉椅子动作也引发网友议论 笑说这张椅子的攻防太激烈了 韩国瑜出场就是有亮点 还能外溢到侯身上 更有人嘲讽侯友宜侯友宜 一次的站台还是不够 未来还会创造第二次 倒是建议侯友宜的阵营 是不是能够安排一次去拜访韩国瑜 自家蓝营小鸡坦白 侯涵一次同框是不够的 侯友宜得持续拜会 没错 就算侯涵相信如宾 侯友宜继续 地橄榄枝 活动结束后 后又一个脸书就发文 上次总统大选 韩国瑜即便身心俱疲 仍然坚持不懈 是我的楷模 过去做不好的地方 反省是我该做的事 还用韩国瑜招牌歌 夜席歌词做结尾 捧韩捧好捧满 但不止韩国瑜 看是尚未整合成功 还有郭台铭近日也请走地方 被认为还没放弃总统梦 郭粉更动起来 走访新竹关帝庙 力挺郭董独立参选 郭台铭的蠢蠢欲动 势必造成侯友宜压力 再加上整合韩国瑜 还得再加油 侯友宜总统路 难题依然未解 最近陈金姐正海中张浩毅 推不倒